前面幾個都被老師們殺得 潰不成君的情況之下 現在半專家身分的許孝順 現在拿出了他的這個 覺得值得一提的東西 當然他手上有很多寶貝 所以他拿來是他認為 值得聊的東西 那剛才呢 他故意從夭航摘了一塊玉下 以為會大大的打敗 過癒情結果也沒有 這樣可以啊 所以現在拿出來這東西呢 三文老師雖然跟你 算是有交情 也不見得會賣你面子喔 對...儘管來 這是我阿祖 這是我奶奶的爸爸 當年的護長牌 他叫江俊 然後呢 當年的護長牌是都用瓶子做的 然後這是我民國76年 因為老家要拆的時候 我還特別把他寫了一行字 你用原子筆寫在上面 用原子筆寫在上面 我之前這樣 我看到馬老師在表演 馬老師在表演就... 表情越來越... 他會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把家裡面 掛了木牌子拿來了嗎 是不是 他都要講全家版 對啊 全家版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應該 要對他行禮的東西耶 對 所以你之後當會跟我講說 傳家寶 那我想說這是我們家的傳家寶 這是像偉舟哥 從眷村那個要拆之前 哪一塊瓶子 你在家裡做年糕的時候 這個拆下去 可以印出這樣出來 沒有...有另外的 那個有另外的是不是 所以這個沒有要給專家看嗎 它就只是你們家的故事 只是我們家的故事 然後這個印章是聖心煤礦 是當年我這個阿祖 因為他的爸爸是很努力的人 但是他的阿公 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 在我們街上 是看到不管是白包的 紅包的 都坐下去吃飯 所以每天都有人問他 他的阿公叫江西 他說江西啊江西 你每天都... 紅燦 當時要燦啦 所以他後兩代的人 就繼續努力了 一直到將軍的時候 變成了我們... 因為暖暖是產煤礦的地方 就變成礦主 那這一顆是當時 礦業的那一顆大章 所以那一顆章也在... 所以是礦場老闆的圖章 對 然後為什麼會... 我會拿另外這一顆 這一顆是基隆車廠的那個... 廠主的也是 基隆火車站站長的印章 也是日序時代的當年 你有在好好做表情嗎 是... 因為... 其實你拿的東西 就沒有什麼好鑑定啊 就是你家自己的... 那我知道吧 我把老脖子這一段拆下來 因為當... 以後我會當成我兒子的傳家廣 這個... 他如果... 他如果被司機拋在荒郊野外 他手上有東西可以變賣 就可以去注意 是... 蘇老師剛剛就一直想看 我說 就給老師看一下 他可能只是禮貌性的想看 蘇老師剛剛說這個很好 是一破 所以等一下我們先處理 說好這兩個東西 就是說 這個木章跟這個木牌 這是不能買... 不能進你店的東西對不對 對於他家是無價 對 到我這邊也無價 也無價 我沒有價錢 沒有價錢 可是你家的東西啊 別人不會買 時常很強 時常很強 發生什麼事了 所以他大概會亂講價錢 不會啦 不過你的感覺上 他這個是... 這一串是自存天珠 怎麼說 那裡頭就是大概有 五百年的天珠 也有兩、三百年的天珠 混雜著 對 因為不同時間 他去收集來的 對 所以請問這個是今天出現在 我們攝影棚裡面 最貴的一樣東西嗎 對 是喔 真的喔 真的啊 比剛剛那個... 等一下 超... 超過剛剛那個西角樁嗎 超過啊 超過三百萬的那個客帆的那個 超過很多嗎 超過很多 超過很多 因為我從差不多二十幾年前 我就接觸到很多 因為我收藏石頭嘛 他有沒有很有心機 他先拿這個不... 對 沒有... 這個是我每天都戴著的 這是我每天都戴著 這邊還有一顆 你看...又來 又抖包袱了 沒有... 沒有 這個是真的 這有時候 這邊還有一顆三眼角 你乾淨... 夠了啦 老師 請問他這個價值 有到千萬嗎 他的脖子... 他的脖子加手上加這個 三個加起來 是有可能在... 超過的 在台北買房子的東西 沒有錯 這個價錢超過的 所以他是行家 說真的 這是我的興趣 這才是我今天想要講的故事 對 他就是要顯現 他是有感情的人 不是只是懂 好啦 很厲害啊 他也...沒有... 起碼最後他展示了一個是 這件事還是可以用心去研究 然後可能會有好結果的嘛 是的... 好 謝謝你帶來這麼好的東西 謝謝章盛老師 謝謝章盛老師 可是章盛這個展是大型 多好意願嗎 謝謝 謝謝 謝謝